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一名中国游客在日本大阪街头玉洁被刺伤 而一犯目前仍在逃 事情发生在7月22日凌晨 当时53岁的苏伟豪和他40多岁的妻子 在大阪市紫华区四贯岛步行回酒店时 遭遇了这场劫难 危急关头 苏伟豪和妻子迅速逃入附近的便利店 但苏伟豪仍不幸被刺伤 左手臂和左手背受创 究竟是什么让这座城市的夜晚变得如此危险 一犯何时会被捉拿归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7月22日的凌晨 夜色笼罩着大阪市紫华区四贯岛的街头 宁静的气息充斥在空气中 仿佛一切都如常 53岁的苏伟豪和他40多岁的妻子 原本只是计划在酒店附近的一家餐馆用完餐后 散步回酒店休息 然而 就在他们毫无戒备地享受着夜晚的清新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结案打破了这片宁静 根据每日新闻的报道 一名持刀男子突然从阴影中现身 快速接近这对夫妇 嘴里不停地喊着 妈你 这陌生的男子显然是意图抢劫 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疯狂 苏伟豪心下一惊 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他用身体挡在妻子前面 试图保护他免受伤害 眼看形势急转直下 夫妻俩立即决定逃入附近的一家便利店 以寻求庇护 然而 在这紧张逃跑的过程中 苏伟豪不幸被刀刺伤 那一刻 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 他感觉到锋利的刀刃滑过左手臂和左手背 剧痛随之而来 尽管如此 他依然不敢停下脚步 一心只想着保护妻子 迅速冲进了便利店内 而他的妻子 则幸运地没有受到身体上的伤害 但此刻的惊慌和恐惧 却深深映在他的脸上 便利店内的员工和顾客们 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不知所措 店员连忙拨打了报警电话 同时给予苏伟豪简单的急救处理 苏伟豪的伤口 不断涌出的鲜血 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心生不安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 并将受伤的苏伟豪 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据医生表示 虽然他的伤口较深 但索性未伤及要害 经过紧急处理 他的情况稳定下来 然而 这场结案带来的心理创伤 却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愈合的 大阪警方随即展开了调查 并通过便利店的监控视频 得到了犯罪嫌疑人的模糊影像 这名男子身穿深色衣物 面部被黑色口罩遮掩 只能隐约看出他大约30多岁的模样 尽管警方在事发后 立即在周边进行搜捕 但犯罪嫌疑人 却如同人间蒸发一般 未留下任何痕迹 独卖新闻的记者 在事后采访了苏伟豪 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仍旧心有余悸 那一瞬间 我真的以为 自己可能无法再见到家人了 他抚摸着手上的绷带说道 但我知道如果我不保护他 我们可能都没命了 他的妻子在一旁默默点头 眼中勤满了泪水 我们来日本是为了度假 没想到却遇到这种事情 这起事件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开来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许多网友纷纷在推特和微信上 表达了对苏伟豪夫妇的同情和慰问 并对大阪的治安状况表示担忧 大阪市民也开始呼吁加强街头巡逻和安全保障措施 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日本产经新闻在报道中提到 近年来 随着大阪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 游客人数激增 与此同时 犯罪率也呈上升去世 这起结案不仅反映了治安问题的严峻性 也警示着游客们在享受旅行的同时 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保护自身安全 另一位在大阪生活多年的华人居民王女士 向星岛日报表示 我们平时都会互相提醒 尤其是在夜晚外出时 要格外小心 这次的事件再次敲响了警钟 原本以为在大城市里会更安全 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警方表示已加大了夜间巡逻力度 同时呼吁市民和游客 在夜间尽量避免独自外出 尤其是前往人烟稀少的地方 如果遇到突发情况 要尽快寻找安全的避难场所并报警 警方还敦促目击者提供任何可能的线索 以帮助尽快抓捕犯罪嫌疑人 尽管如此 这起事件已经在来大阪旅游的游客心中 种下了一颗不安的种子 许多人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行程 避免夜间外出或选择更为安全的住宿地点 旅行社也开始加强对游客的安全提示 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紧急应对措施 这次的结案事件不仅震惊了大阪市民 也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 许多媒体纷纷报道此事 呼吁各国游客在旅行时务必提高警惕 确保自身安全 这次事件也成为了大阪警方的一个挑战 他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恢复公众对城市安全的信心 尽管事件已经过去 但苏伟豪夫妇的心灵创伤 却需时日才能愈合 苏伟豪表示 他们还会继续他们的旅行 但会更加小心谨慎 对于这对经历了生死考验的夫妻来说 每一步都将更加珍惜 在大阪的街头 夜幕依旧降临 城市的心跳未曾停止 对于每一个游人和市民来说 安全与危险总是如影随形 希望通过这次事件 更多的人能够意识到 在享受旅行的同时 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 让我们共同期待 那名肆意挥刀的罪犯 能早日被绳之以法 还城市一片安宁 还游客们一份安心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本期节目带您聚焦一起 发生在日本大阪的街头结案 让我们一同探讨 这一事件背后的细节和影响 首先来了解一下事件的背景 7月22日凌晨 一名中国游客苏伟豪和他的妻子 在大阪市的一个宁静夜晚中漫步 正值他们享受美好时光的当口 突然遭遇了持刀劫匪的袭击 劫匪不断地喊着Money 显然是企图通过暴力手段进行抢劫 苏伟豪夫妻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 立刻逃向附近的一家便利店 但在逃跑过程中 苏伟豪不幸被刺伤左手臂和左手臂 而他的妻子则没有受伤 这起案件不仅让当事者陷入恐慌 也让许多准备前往日本旅游的游客 心生疑虑 从这一起事件中 我们可以看出几个重要的要点 首先 犯罪发生的事在一个较为宁静的街区 这提醒我们 即使在看似安全的环境中 也不能掉以轻心 其次 犯罪嫌疑人选择在凌晨时分作案 选择了一个行人稀少的时间 这也提示我们 在夜晚出行时 应尽量避免独自或在人少的地方行走 最后 苏伟豪夫妇的迅速反应 逃向便利店寻求庇护 这是一个关键的自救措施 当遇到突发情况时 迅速寻求安全场所和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这起案件不仅是对个人安全的警示 也是对整个旅游行业的一个警钟 近年来 随着国际旅游的增长 游客在国外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从这个案例中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日本一向以治安良好著称 但偶发的暴力事件仍然存在 因此 游客在出行前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安全信息 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例如 避免携带大量现金 行走时 注意周围环境 必要时 可以携带防身工具 除了对个人和旅游行业的启示 这起事件也给当地警方和相关部门敲响了警钟 提高街头巡逻密度 更新监控设备 甚至通过社区合作增强治安意识 都应成为今后工作的重点 对于嫌疑人的抓捕工作 警方也需要加大力度 尽快将其绳之以法 给受害者和公众一个交代 总结来说 这起事件不仅提醒我们在国外旅行时 要提高警惕 注意自身安全 同时也敦促相关部门加强 对公共安全的关注和管理 希望大家在享受旅行的同时 能够保持警惕 保护自己的安全 各位观众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以上文字内容仅供参考 如有不准确之处 请以实际情况为准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日本大阪发生的一起街头结案中 一名中国男游客遭遇不幸被刺伤 根据每日新闻的报道 事件发生在7月22日凌晨 地点是大阪市茨花区四贯岛 当时53岁的苏伟豪 和他40多岁的妻子 正不行回酒店享受夜晚的宁静 这对夫妇没有料到危险正巧然逼近 突然间 一名陌生男子持刀接近他们 并反复喊着 Money显然是一途抢劫 意识到危险后 苏伟豪和他的妻子迅速逃向附近的一家便利店 然而 在逃跑过程中 苏伟豪的左手臂和左手臂被刀刺伤 幸运的是 他的妻子没有受伤 事件发生后 日本警方立刻展开了调查 并派出大量警力搜捕嫌犯 然而 截至目前 涉案男子仍在逃 警方已挑取了周边监控录像 并呼吁市民提供相关线索 这起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 不仅因为受害者是外国游客 更因为其发生在日本这样一个 被普遍认为是治安良好的国家 近年来 日本的犯罪率总体较低 但零星的暴力案件仍会发生 尤其是在大城市的某些地区 这起结案提醒人们 即使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 也不可掉以轻心 游客在旅行过程中 应时刻保持警惕 尤其是在夜晚或人烟稀少的地方 携带贵重物品时 要尽量避免显露 以减少成为犯罪目标的风险 日本政府和旅游业界 也对这类事件极为重视 为了确保游客的安全 许多旅游景点和公共场所 已经加强了安保措施 警方也经常在热门旅游区域进行巡逻 并提供多语言的紧急求助服务 总的来说 这起结案虽然是一个孤立事件 但却提醒我们安全无小事 无论身处和地 保持警惕和提高防范意识 都是保障自身安全的关键 希望苏伟豪尽快康复 同时也希望警方能够早日 将嫌犯绳之以法 恢复这片地区的平静与安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这起事件再次证明了 在旅游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尽管日本以治安良好著称 但任何国家都有其安全漏洞 游客在享受一国风光的同时 不能放松警惕 正如古人云 行万里路 虚防百里道 在陌生的环境中 保持警觉和安全意识 是至关重要的 楚天书 你这是在散布恐慌吧 日本的治安在全球 都是数一数二的 难道我们要因为个别事件 就不敢出门了吗 按照你的逻辑 古代的出门还可能遇上强盗呢 我们是不是就都得待在家里了 再说了 每个城市都有恶化的可能性 没有必要因一夜账目不见泰山 琪琪 你又在夸大其词了 我们并不是说要因此不出门 而是要保持基本的安全意识 你知道吗 根据日本警察厅的数据 2019年日本共发生了约16万起刑事案件 其中街头犯罪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历史上也有无数次因为麻痹大意 而遭遇不测的案例 古人云千里之堤毁于乙穴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楚天书 看来你对统计数据很有研究嘛 可是 要是每次出门都像你这样草木皆兵 那还不如请个保镖随行呢 再说了 旅游的意义不就在于放松心情 开阔眼界吗 你这种态度 简直像是在为旅游公司卖保险一样 要知道 大多数游客在日本的经历 还是非常愉快和安全的 跟你说的简直南辕北辙吗 琪琪 你说的没错 旅游确实是为了放松心情 开阔眼界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忽略安全问题 古人云 磨刀不误砍柴弓 做好安全准备并不会妨碍我们享受旅程 而会让我们更安心地体验 你知道吗 在全球每年有约三千万游客 遭遇各种刑事的犯罪 做好防范措施不仅是对自己的负责 也是对家人的关爱 楚天书 你简直是个安全至上主义者 虽然你的数据很有说服力 但这并不能改变旅游的本质 人们外出旅游是为了享受生活 体验不同的文化和风土人情 如果我们总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那还不如待在家里看旅游节目呢 正所谓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有时候适当放松警惕 才能真正体验到旅行的乐趣啊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